刑部大牢壁垒森严,黑暗阴森,一只昏黄的灯笼,让整个大牢显得越发又暗。 柳公泉隔着重重栅栏,神情复杂地打亮着栅栏后盘西而坐的云香,心事重重地地声道, 公子香,你是君叛乱的行为有颇多一点,刑部也有意味你开脱罪状,你只要开口说出真相,老夫愿意帮你这一回。 云香淡然道,真相就是我帅死时叛逆谋反,误杀福王,柳爷可以死心了。 柳公泉叹了口气,走进一步低声道,老夫好心提醒你,叛逆谋反,将受凌迟之行。 见云香不为所动地闭上双眼,柳公泉叹着气转身出牢,对狱卒小声叮嘱,替老夫好声照顾云公子, 若有怠慢,老夫为你们试问。 狱卒微微懦懦地将柳公泉送出大牢。 来到外面的明亮处,柳公泉神情愣冲地呆立不语。 按理说公子香,屡屡从他手中逃脱,还多次戏弄于他,应该是他当捕快以来最可恶的对手。 但此刻够公泉心中对他没有半点仇恨,只有说不出的惋惜和失落。 想起孙女的苦苦哀求,柳公泉只能黯然苦笑,这事不用去查也能大概猜到。 但公子香不开口,他也无能为力,况且要是查出真相,难保自己不受牵连。 劳门外又有人来看望公子香,柳公泉认的是明珠郡主主仆与夫君武圣文。 听狱卒在外盘咬,柳公泉出门对狱卒挥了挥手,狱卒这才放三人进去。 武圣文在朝阳门叛乱中的行为虽令人起疑,但他家世清白,在军中威望甚高, 堪称一门中烈,况且被误杀的福王又是他岳父,最后他诱伤在公子香见下, 所以朝中大臣皆认为他是发现公子香有叛乱企图, 这才一路追赶祖兰,最后伤在公子香见下。 因此他很快席而公听脱嫌疑,成为保护皇上的功臣。 在狱卒的引领下来到死牢,明珠打亮着神情尴尬的云香,泪水不禁滚滚而下。 他隔着栅栏四声质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刺杀我父王? 为什么要杀我夫君? 你有什么苦衷?告诉我呀! 云香紧抿双唇,沉默不语,他很想告诉明珠, 其实现在那个父王不是他的父亲, 金无双甚至用他们母女来要挟自己, 但这一切已经无从证实,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 明珠伤心欲绝,既伤心,父王惨死, 又为云香的处境心痛不已。 五圣文见他哭得死去活来, 喊泪是一丫鬟将他扶了出去。 他默默拿出石河中的酒水菜肴, 隔着牢门递给云香, 然手盘吸在牢门外坐了下来。 云香接过酒壶,会心一笑, 咱们有多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五圣文想了想,色声道, 从瓦剌归国后就没痛快喝过。 是啊,那些庆功宴只能说是应酬, 怎急在瓦剌杀敌之后谈笑痛饮。 云香一声叹息,举起手中酒壶, 来,今日咱们痛饮一场, 当时为我送行。 五圣文一言不发拿起酒壶, 一仰头就是一阵惊吞海饮, 一壶烈酒转眼极干, 他突然捂着嘴发出无声的啜泣。 他在牢门外跪下, 一头倒倒,痛苦莫名地哭拜, 我没用,眼睁睁看着你替福王顶罪, 却不敢说出真相。 我他妈真不是人, 你为什么不骂我? 为什么还要跟我喝酒? 云香隔着栅栏, 扶起五圣文, 平静道, 想想明珠母女, 你一定要撑下去, 有时候活比死还要艰难。 咱们在瓦剌都没将生死放在心上, 难道现在反而放不下了吧? 来,陪我喝酒。 五圣文重新拿起一壶烈酒, 雨云相重重一碰, 二人一言不发, 仰头尽干。 两壶烈酒下肚, 五圣文酒一上冲, 不禁翘着空酒壶, 轻轻哼起了那手心均匀 将是人人传唱的歌谣, 天苍苍西也茫茫, 燕南归西望顾香, 其而老小金何在, 一缕钟魂瞻家帮。 云香也不禁轻声附和, 风啸啸西云飞扬, 娘画儿稀愁断肠, 男儿为何图征战, 买个果实还顾香。 二人积节速度陡然一变, 其声同唱, 狼烟滚滚边关极, 我带吴沟别爹娘, 月马踏破贺兰山, 只为这人永安康。 明儿苍凉碑切, 时而豪情万丈的歌谣, 在寂静幽暗的牢房中, 徐旭回荡, 惊久不绝。 千门公子香叛逆谋反, 率众世君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江湖, 无论是塞北江南, 还是巴蜀西域, 都在议论着这件惊天大案。 人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对公子香的良好印象, 他过去这些善举, 在人们心中就如同王莽的贤德, 都是为谋夺天下而为的假仁假义。 所以人们对凌迟处决的判决, 皆充满了由衷的欣慰和拥护。 夜色如晦, 月暗星熙, 舒青红借着窗外的天光, 寒泪打亮着睡梦中的女儿, 忍不住在她脸上亲了又亲, 仔细为女儿噎好被子, 她悄悄来到孙妙玉床前, 对盘西打坐的孙妙玉默默跪了下去。 孙妙玉轻轻叹了口气, 清红,你还忘不掉她。 舒青红默默点点头, 哽咽道, 师父,你曾告诉弟子, 星空则不痛, 但现在弟子宁愿伤心, 宁愿心痛, 也不愿忘掉她。 弟子辜负了你的期望, 不敢求师父原谅, 但求师父忘了曾经有过我这个不孝弟子, 从今往后我叫舒亚男, 不叫舒青红。 看到她脸上平静而决绝的表情, 孙妙玉编织已无法阻拦, 她溃然叹息, 冤灭。 晴天赫海, 果真无人可渡吗? 你未未她, 竟连女儿都不顾了。 舒亚男心如刀割, 泪如泉涌, 她服得哽咽道, 梦香就拜托师父了, 求师父大慈大悲, 抚养她长大成人。 孙妙玉一声长叹, 爸爸爸, 要走得留也留不住, 不走得赶也赶不走, 从今往后, 你不再是我孙妙玉的弟子滚吧。 舒亚男重重磕了三个头, 从容起身而去, 出门就见巴哲静静立在阴暗角落, 像影子一样无声。 舒亚男本想说两句告别的话, 张张嘴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就听巴哲轻声道, 我要做梦香的干爹。 舒亚男感激地点点头, 迎迎一拜, 谢谢。 毅然翻身上马, 舒亚男摇望北方, 纵马急驰而去, 轻轻抚摸那枚心字语花时, 云香正正地望着续空, 探觉已经下来, 她的时日不多了, 越是临近最后的期限, 她越是期望能再看她一眼。 劳门响动, 又有人来看望自己。 云香满怀希望的望去, 却是罗毅领着一个孩子和一对年轻夫妇进来。 云香连忙招呼道, 阿易, 蒋兄, 佳佳, 这位是。 那女子盈盈拜倒在地, 眼神复杂地打亮着云香, 款款道, 小女隐姑方, 拜见恩公。 云香眼里有些疑惑, 她只觉得这女子名字似乎有些熟悉, 模样却十分陌生。 蒋文化连忙解释道, 公子, 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尹姑娘, 金陵城有名的女富商。 云香恍然大悟, 却又疑惑这素未谋面的女子, 为何记得来看望自己。 就听尹姑方垂泪道, 公子, 你帮过的人多不胜数, 不记得小女很正常, 但小女却已将公子的大恩大德鸣刻在心。 可惜小女无能, 不能就公子托育, 只能尽我所以上下打点, 希望公子少受点苦。 云感激地点点头, 转头望向赵家, 就听她哭着叫了声云叔叔, 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云香突然想起一事, 忙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 幸亏有柳公权照应, 她的私人物品总算没有被搜走。 她把玉佩慎重地递到孩子子手中, 轻声道, 孩子, 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玉佩, 他是南宫世家的三公子南宫范, 你应该叫南宫杰, 这是他给你取的名字。 赵家一脸茫然和惶恐, 有些不知所措。 云香便给他讲起他父亲的过去, 没有刻意隐瞒其恶, 也没有忘记他偶尔的善, 以及对儿子的思念。 最后他对赵家正色道, 阿姐, 你已不小了, 应该知道自己父母的过去, 是非善恶也该有自己的判断, 不过你要记住,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父母, 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 云叔叔不能再照顾你了, 我会让蒋叔叔将你送回南宫世家, 你还有个伯父南宫爵, 他会照顾你的。 赵家正正地愣了半嗓, 突然一声哭叫, 我爹爹才不是这样的人, 你骗我。 说完转身就跑, 引孤方连忙追出去, 蒋文化一迟疑, 也跟着追了出去。 牢房中顿时安静下来, 云香望香一直没有开口的罗毅, 轻声问, 新军营教室都没事吧? 罗毅点点头, 福王一死, 他手下的人便不敢再囚禁新军营士兵。 我让云孝封令手下疏通关节, 行步很快就还新军营清白。 赵将军他们多次向朝廷请愿, 立正公子清白, 可惜他们没有证据, 而公子又不愿翻供, 所以, 我师父怎样? 还有阎洛望呢? 云香打断了罗毅的话, 云孝峰现在正被觉醒他们看管着。 至于阎洛望, 我照公子的吩咐, 将他盗窃朝廷金矿的是同给了柳公权, 现在正在撤咬, 已经将他下狱。 说道这罗毅顿了顿, 迟疑道, 对于云孝峰, 分子打算如何处置? 云香正正地望着虚空, 轻轻叹道, 我不知道, 如果是你, 会如何处置? 罗毅沉吟道, 这次幸亏云孝峰约束他的手下没有轻举妄动, 这场叛乱才没有酿成更大的混乱。 如今云孝峰惨败在公子手中, 早已心灰意懒。 佛约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我看不如就, 那就由你自己拿主意吧。 云香停了停, 神情复杂地望着罗毅, 以后寄生堂, 可就全靠你了。 罗毅点点头, 公子放心, 我不会辜负你的重托。 略顿了顿, 他迟疑道, 公子, 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云香摇摇头, 我逐一已决, 不不用劝。 罗毅失望地叹了口气, 眼里满是同情, 正正地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时就听狱卒过来道, 又有人来看望公子, 要让他们进来吗? 由于有个路人物的招呼打点, 狱卒对云香不敢有丝毫怠慢。 罗毅见状先行告辞, 片刻后就见到一对年轻男女被狱卒领了进来, 男的英俊冷丽, 女的秀美清纯。 去香一见之下十分诧异, 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来看望自己。 我很想知道, 你怎会做下如此疯狂之事, 比我爹爹还要疯狂。 寇元杰开门见山地问, 云香无奈一笑, 我不能说。 寇元杰理解得点点头, 我相信你绝不是为了你自己。 他握着柳青梅的手走近一步, 压着嗓子道, 我已联络魔门救部, 青梅也联络了天心居弟子, 我们将在你行刑的时候劫法场。 云香十分惊讶, 为什么救我? 寇元杰正色道, 因为我现在已相信, 这世上真有天心。 云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失笑道, 如果你相信有天心, 将来就多帮帮寄生堂吧, 就我就不必了。 寇元杰面色一沉, 你不相信魔门和天心居的实力。 云香摇摇头, 我不是不想走, 而是不能走。 寇元杰差异道, 为什么? 云香直指四周, 你们难道没发现, 我天牢的守卫其实很松懈, 对我的监禁也十分松散, 无论谁来看我, 只要给狱祖点银子, 基本不会受到刁难, 这像是囚禁名震天下的 千门公子乡的牢房吗? 寇元杰原本没留意到这点, 经云香一提醒, 立刻醒悟, 是啊, 为什么? 云香探道, 因为我已经跟朝廷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 我安心受刑, 朝廷给寄生堂一个合法的地位, 我若越狱, 朝廷将在全国取缔寄生堂, 你们知道寄生堂对我的重要性, 所以我不能走。 寇元杰色声问, 为了寄生堂, 你甘愿身受凌迟即行? 不止寄生堂。 云香愧然探道, 千门公子乡的名头实在太大了, 大到令朝廷不安, 大到几颗一呼百应, 大到令圣上都有些嫉妒。 其实, 朝廷知道我的清白, 白子一手打, 知道我是在平叛, 而不是在谋反, 可如果向天下人公布真相, 那么千门公子乡以后的名声和威望, 岂不是令圣上都黯然无光? 所以公子乡必须以叛逆罪被处以极刑, 至于他是不是罪有应得, 已经不重要了。 寇元杰满脸震撼地望着平静如常的云香, 正正地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突然急指天空立声质问, 你为这样一个朝廷卖命, 最终去为他所害, 直吗? 我不是为朝廷卖命, 而了为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云香抬头仰望续空, 白皙的脸上焕发着虔诚的光芒, 如果每个人都相信天心, 那天心就一定会存在。 望着泰然自若的云香, 寇元杰只觉得心神已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 他突然躬身一拜, 色声道, 多谢! 你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天心! 说完寒泪大不离去, 不再回头。 叫场口搭起了行星的高台, 引得全城百姓蜂拥而至,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欣赏神话般的千门公子香, 如何被灵池处决。 行台正中央的立柱上, 云香浑身赤裸, 身上罩着鱼网, 绷紧的鱼网将他全身肌肤勒得一块块凸了出来, 以方便柜子手行刑。 时辰味道, 云香的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 希望看到那个刻骨铭心的身影, 但他失望了, 人头攒动的轿场上没有他的踪迹。 一缕舒缓和煦的琴声, 忽如春风拂过大地, 盖过了轿场上乱哄哄的嘈杂声。 云香寻声望去, 就见一个青山如梦的女子, 正在对面的高楼上盘膝抚琴, 熟悉的琴声充满了淡泊宁静, 化解刑场的肃杀阴冷之气。 云香欣慰地露出一丝微笑, 他从琴声中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和怜惜, 这大大减轻了他面对死亡的恐惧, 他感动地眺望着远处那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他神情专注, 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在了那聚焦尾琴上。 日头渐渐一到中天, 在人们焦急地等待中, 终于听到令官这嗓子高喊, 时辰道, 等待已久的百姓爆出热烈的掌声, 欢呼刽子手的出场, 只觉他浑身照在一些从头裹到脚的黑袍中, 只留两只眼睛在外, 凌迟之行实在太过惨烈, 惨烈到刽子手都不敢坦然面对受刑者, 生怕他变为厉鬼像自己索命, 所以要将自己浑身上下蒙个严严实实。 行行 随着令官的高喊, 刽子手提着一个小木箱走上形台, 从容不迫地打开木箱, 亮出了数十把形状各异, 精致小巧的刀具。 凌迟之行俗称千刀万寡, 受刑者要伸受9999刀才死, 多一刀少一刀都不行, 所以刽子手必须准备数十把不同的刀具, 才能完成这难度极高的行形。 只见他挑了一把窄而尖锐的小刀, 仔细用素筋磨镜刀刃, 然后缓缓走向立柱上紧附的云香, 在咫尺距离静静地审视着兽形都足有斩查功夫, 他轻轻用刀挑开云香嘴上蒙着的鱼网, 突然与云香紧紧抱在了一起, 我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 无论天上地下,地狱人间, 你都别想再丢下我。 他在云香耳边呢喃着, 缓缓扯去黑头套, 露出了他那俊美无双的面容, 脸颊上的水仙比任何时候都要娇艳,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他脱去身上的黑袍, 露出了黑袍下那身大红的婚服。 他从容地割开云香身上的鱼网, 脸上泛起一丝羞涩的微笑, 今天我要做你的新娘。 说着,他在云香唇上深情一吻, 然手抬一脸, 其手中坚韧, 对准云香赤裸的胸膛, 深深地刺了进去。 献血如喷泉般汹涌而出, 溅在他大红婚服上, 使婚服越发红艳, 二人默默对视, 脸上焕发出同样幸福的表情, 紧紧抱住云香摇摇欲坠的身体, 他倒转刀锋, 对准自己胸口慢慢刺了进去。 这一下的突然变故, 让奸展官完全失去了反应, 待他明白过来, 二人已相拥倒在血泊之中。 一名武作战战兢兢地上前错摸了摸二人脉搏, 色声禀报, 案犯与筷子手, 已双双毙命。 全场百姓大华, 纷纷悠上前香药查看究竟, 兼展官怕引起慌乱, 连忙高呼收尸。 几名武作匆忙, 将尸体装入密闭的行车里, 护卫的兵族立刻驾车, 火速回行不去复命。 空灵的琴声突然一乱, 青纱女子抬手划断了所有琴弦, 她空忙的眸中, 洒出两行无法抑制的青泪, 黯然哽咽, 之一已是, 天心崩裂, 青霞从此不再抚琴, 此再不抚琴。 一艘乌棚优悠荡药, 船中已约传出柔情蜜意的对话。 还疼吗? 有点。 早知道我就拉浅一些了, 浅了可就穿帮了。 幸亏你读懂了我的眼神, 不然神仙都就不活。 你干嘛要用这么凶险的办法? 万一我没看懂你的眼神, 又或者中间出现任何差错, 你不是死定了? 我也是无奈呀。 那次我伤透了你的心理绝望离去后, 天大地大, 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你? 你要诚心避开我, 以你的性格, 恐怕这辈子我都别想再见到你, 所以我只好用这个办法, 如果你还没忘掉我, 无论天涯还脚你都会赶来, 以你的聪明, 定能领会我不下的这个局。 要是我没来呢? 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就跟公子香一起死好了。 你不做公子香了? 公子香名头太大, 不死朝廷绝对不会安心, 如今公子香已死, 不过洛文家却活过来了, 咱们的女儿是不是也得改姓洛? 不用, 就当是纪念一个逝去的故人吧。 哎, 我就想到买通柜子手, 与你共赴皇权, 真不知道你怎么能买通刑场上所有的人, 从奸斩官到武座, 甚至守卫的兵族, 都在帮你完成这惊天一举, 几十万两银子可不是白花的。 腐败呀, 从上到下, 从朝廷到地方, 从高官到百姓, 腐败无处不在, 连灵池处决, 死刑犯的钱都敢收, 照这样下去, 谁也就不了这个王朝, 你也就不了。 我只是穷书生诺文家, 无所不能的千门公子乡, 已经死了, 被朝廷临持处决了。 从今往后, 我只为你和女儿活, 承担起丈夫和父亲的重担, 这重担在我眼里, 比整个天下还重要。 对话中断, 舱中传出令人脸红心跳的声响, 乌捧船摇摇荡荡, 缓缓驶向江南, 千门系列至此终结。